这也就是 是薄熙来事件爆发的 其中一个诱因 就是我今天讲的 要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就是 当时候薄熙来 去成庆的时候 我现在进入第二个话题了 就要讲当年的 薄熙来事件 薄熙来的事件 这个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是无意中间 一个小事情所引起来的 这个事情的小事情 引起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王立军 要给自己立威 要给自己立威 因为他是从 这个东北空降而来 因为某一些 他的一些 特别的行为 得到了薄家的 这个特别的赏识 包括薄熙来的 这个夫人谷开来 那么薄熙来的 这个夫人谷开来 曾经也是一个 非常有激情 而且非常高调的 一个女性 最有名的时候 她曾经就写过一个 我在美国打官司 其实我们知道 世界上打官司 最不浪漫的 就是在民主 法治相当尽情的国家打 因为那种打官司 最大的特点 就是耗时间很长 细续性的场景 比较小 要来打一场官司 尤其是一个 不是具有美国的 这个历史 这个身份的人 来打这个官司 是非常艰难的 我具体没有去了解 那个官司的这个细节 但是我是觉得呢 那个案子要正是 能够走向法庭 能够成为法庭里面 进行你来我往的 那种案子 在美国是非常之难的 我不知道有多大的比例 是70% 还是80%的这个案件 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法律处理过程中间 他就已经 还没有开听 就双方要达成和解 或者最终有一方呢 要取消案件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么谷开来当时成为一个 前国的有名的人物 那么他就是因为他那本书 那么这 但是这样一位 高干的子弟 红二代的子弟 到了后来啊 越来越啊 这个沉寂在这个 这个新闻的后面 原因 原因呢是 不仅是他的丈夫 官越做越大 他需要越来越低调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他震毒了 身体状况 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这种身体状况 非常糟糕 是怎么造成的 有人说 是他的这个 妻子 也就是说呢 不仅来的 前 这个 前妻生的孩子 所下的毒 这种情况 从目前 所有的政治形式来看 这个没有 没有正式的 司法的说法 更有可能 承受是想象 是构陷 但是他足为一个 红二代 足为一个享受 这个很好 保安工作的人来讲 他的身体 又是怎么变得 那么糟糕呢 糟糕到 当时候习近平 到澄清去 视察工作的时候 那么这个 习近平还跑到 这个博写的家去 专门看望谷凯来 当时候的这个 谷凯来的老母亲 住在他们家的楼下 那么习近平 当然打了一声招呼 后来听说 这个习近平 在这个博写来的 陪同之下 进入他们的二楼 也就是他们 比较非常死 这个隐秘的私人空间 三个人呢 谈了好几个小时 可见他们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信任的程度 都非常好 同时也可见呢 这个 谷凯来的身体状况 就糟糕 因为习近平 不管怎么样 当时已经是 副主席了 对吧 已经是要把明了 要随时这个 接班的 那么谷凯来 如果不是 这个身体状 糟糕到一定程度 他应该是 去看望这个 这个习近平 但是后来的情况 变得如此的微妙 其实是由于 这个王立军 到这个 空降到 澄清之后 他自己手下卖人 但是按照他 作为一个公安局长 这么一个人物 他认为他需要立威 他的立威就觉得呢 他办事情的过程中间 到处遭到很大的阻力 而其中一个阻力呢 就来自于 这个原来的公安局的系统 其实原来的公安局 局长是居民国 那么这是汪洋的一个副手 汪洋的一个副手 那么常务副局长呢 是这个文强 文强也是一个 类似于像呢 这个 这个这个 王立军这样的角色 业务能力很强 非常狠 下属非常狠 凡说是一击一击 从行政系统里面直接上来的人 他们最大的特点 就是残忍 就像现在的 这个下台的 司法部部长 这个下来的这个 傅振华 很多人就认为 他就是一个互利 那么傅振华 王立军 和文强 他们 都属于一路的贺塞 但是文强这个案子 发生的时候 他已经呢 离开了公安局 就是等于之前 已经把它清理掉了 要他到司法局呢 担任一个什么 同一个级别 司法局的局长 还是什么 对吧 那么这个 单位权力的韩金亮 没有办法来 跟这个 这个公安局的 常务副局长相比 但是公安局的 主要的这些骨干 仍然是呢 文强所留下来的 那么因为是文强 所留下来的 那么 王立军就要下决心 要干掉 这个文强 不许呢 最开始对这个事情 他不以为然 或者说呢 他也关注的很少 因为他更重要的是 要关注 怎么把沉浸的经济 弄上去 他因为警察 这一堂事情 交给了这个王立军 他就放心了 没有想到 客体销墙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文强 在这个沉浸 他早就有一个 非常坚固的 这个后台 这个后台 就是沉浸的 几任的 沉浸的老领导 有一些老领导 已经调到北京去了 有一些老领导 还留在当地 那么这些人 后来成为 一起把薄熙来干掉的 很重要的力量 但是这些人 都只是悄悄编骨 只是来讲讲闲话 或者在薄熙来下台的时候 来进行一下 揭发和批判 真正关键性的角色 是贺国强 贺国强 从这个 福建省的 这么一个 这个允华案中间 对吧 和贾清廉两个人 双双双 途生 一方面呢 贾清廉的后台 有这个 这个江泽民 是江泽民当年的 差不多是半把新地 对吧 楼上楼下 这个清余一家 那么这个 贺国强呢 是这个 李鹏的母亲 这个 李鹏的母亲呢 好像也是成亲 也是四川人 那么李鹏是成亲 好像他母亲 就是成亲人 那么这个 是他母亲的 一个干儿子 当年在贺国强 在读这个 北京什么什么 学院的时候啊 就得到了 这个赵妈妈的赏识 赵妈妈就是 李鹏的 这个母亲 所以贺国强 最开始的 这个政治的发迹啊 是来自于 李鹏的势力 在发工系统 然后后来去了 这个福建 这个福建 后来就成为了 成亲的这个 市委书记 在成亲的这个期间 那么他跟文强 可以说是 也是关系非常公平 当时候 已经有人提醒 这个福建 不要去弄这个 这个 这个文强 但是福建 以这个公安系统的事情 交给了 立军处理 王立军处理 就没有在意 没有想到 后果强这个人 还真是一个 政治上的权力高手 他知道 你现在直接到成亲来查 这个福建 或者是查这个 王立军 是不合适的 尤其查福建 不大可能 要经过政治局 甚至政治局常委 开会来讨论 那你这个 中策太大 那么那个时候 福建 到处都有眼线 到处都有关系 你怎么去查呀 所以他就采取了 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在后来看起来 确实是 非常具有政治技巧 那么他就去啊 这个辽宁 好像是铁岭 那是什么地方 对这个王立军 曾经工作的情况 进行一些调查 但是他最开始 也不是调查王立军 而是调查了 这个王立军工作的 单位上的问题 那么 他 如果调查王立军 那么这个动作 就太大了 而调查了王立军 原来的这些问题呢 大家外界 就不怎么注意 因为那些人的名气 那些人的影响 已经不是王立军 能够比战 但是这个调查 事情出来以后 那么 辽宁的人就着急了 他们就 有人就连夜 从这个东北 就赶往城市 向这个王立军呢 去游说 说这个 他们叫王老师 还是叫什么 还是叫教授 反正就是一个什么 王师傅 反正是一个特别的 他们的一个名字 就是你赶紧呢 要来救兄弟了 兄弟要不是要 现在被中纪委这帮人 这个全部收拾了 所以呢 就是说 要王立军去救 那王立军当时已经在沉浸 辽宁的关系 他本来就不是那么深 除了在地方上 他是一个公安系统的 一个头部以外 他其实连这个沈阳 都没有那么的关系 公安部有一些关系 但是公安部呢 对于他来讲 还不如直接去找薄熙来 直接 所以他首先想到的是找书记 他找了这个薄熙来书记以后 薄熙来书记说 这个王立军我跟你讲 你的事情在 这个 沉浸之前的 我管不了 你的小心地 我管不了 因为这个薄熙来在辽宁的时候 在沈阳工作的时候 其实 也是心里面有很多怨气 很多的愤怒 因为辽宁对他的抵制很大 那么实际上他对辽宁呢 也是他的一个伤心地 所以他对很多因素 就加这一体 他就对王立军啊 对王立军就讲 你到曾经来之前的事情 我管不了 我只管你到曾经来得上 但是这句话 使这个王立军感觉到 这个 这个这个 薄熙来不够意思 我跟你篱下这么大的哈马功劳 对吧 那么你现在如此对待我 所以王立军的野心膨胀也好 什么事件也好 那么呢 就是使这个王立军和薄熙来的 两个人原来是薄熙来 如此信任的一个人物 就变成了 最终让薄熙来 在其他方面都考虑得很周到 就在这个方面 最终被人拉下 被人拉下的一个原因 就是王立军傻了 认为呢 这个薄熙来不够意思 他就开始呢 有了报复性的行为 而且这个报复性的行为 又跟另外一个事情连在一起 什么连在一起呢 就是当时候进入这个常委 还是进入什么东西 这个薄熙来 偷偷不败 其实他是偷偷不败 也不是偷偷不败 而是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阴差阳错的时间 薄熙来也不想那个时候呢 给这个王立军呢 太大的这个权力 所以恩 这个原来的恩 后来就变成了怨 后来的怨 就变成了后来的恨 这个恨 就给了呢 这个敲伤政府 达到了他 绝对没有想到的 意想的目的 原来只是想 利用通过在辽宁市的调查 来牵制住呢 这个 王立军 那么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最正是收拾了 薄熙来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在这个之前呢 收拾这个文强这个事情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蹊跷 到现在为止 人们是表示怀念的 比如说 说文强 他当年的这个财富啊 藏在这个 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这个池塘下面 你就想一想 以这个文强的 这么一个啊 具有侦察能力的一个人 具有反侦察能力的人 他什么地方没有想到 要想到搞一些现金 藏到这个池塘下面 这个动作也太奔了一点 所以澄清的人说 这个事情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很能够引起大家的 这个 这个讨论 人意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一看就是 不具有 这个智商的一个想象 这完全是 告现之词 这是 孙立军这些人呢 王立军这些人呢 陷害这个 王强 王文强啊 所下的这个 这个 下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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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了这么一个 一些情况 那有人说 那这些现金 在哪里来的呢 对吧 即使要现金来的 跟公安局 他们来讲 要找到 几百万 几十万现金 对于他们来讲 统统都不是问题 而且可以完全 不在记录之中 稍微了解一下 中共公安系统 检查系统 反弹系统 他们的作业的过程 就知道 他们手里可以 动用的猫腻 的工具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这个 敲伤政府的结果 就使这个 王 这个王立军 和薄熙来的关系 越闹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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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到这后面是 王立军军应报告 这个薄熙来 说这个骨骼 他杀人了 这一下子 这个薄熙来 当当差一点晕倒 当当差一点晕倒 他是狠狠地打了 这个水 这个王立军 一个矮光 他这个矮光打下去 就不是 恩变成怨 怨变成恨了 而是变成了 完全的敌对 完全的敌对 那么薄熙来 一路之下 把这个王立军的职务 给撤销 其实也没有 完全撤销 只是说呢 他不要担任 公安局局长 当时我在第一时间 可以说得到 这个消息 那么当时 我正在理训中间 有人打电话 告诉我说 王立军被敏职了 我得到了 这个消息以后 我马上意识到 这个事情非常大 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 会引起后来 那么大的事情 所以这是 后来英国的经济税人 经过他们的追查 发现 曾经世纪最开始的报道 就是明镜最开始的 一个检党的报道 就是讲的王立军被调取 但是后来消息人士 跟我提供了很多 薄熙来和 这个 王立军的很多的 这个案 这个事情 我并没有报 为什么没有报呢 在我看见的很多事情 是非常明显的诬陷 明显的想象夸张 其中主要是讲到 很多的 很多人的失真 很多人的 这个过程中间 采取的行刑逼宫的手段 采取的这种 这种你无法想象的残忍 就是讲薄熙来 王立军 那么讲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这种残忍 当时在我看起来 太可怕了 而且呢 我需要查证 所以当时候 我很多这样的 非常惊人的内幕 我并没有报 那么这样没报的话 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我回过来想一想 当时我的谨慎 虽然在这个 整个案件处理中间 有一些事情的报道 我处理的还不够谨慎 但是至少在这个行面 我觉得我当时的谨慎 现在看样子还是对的 因为很有可能那些材料 就是针对 胡熙来 针对这个王立军 把这两个人形象 彻底搞臭 那么大家都觉得 这个王立军和胡熙来 再给万死 再给万死 那我们知道 胡熙来和王立军 已经完全没有辩护能力 那么呢 你怎么去凑他 好像也没有 无所谓 但是对于一个媒体来讲 事实是 远远是要经得起时间考虑 所以因此 因此 我很多事情没有报 但是我对当时候的王立军 从最开始 从公安局里面几天不下来 到后来逃亡到 这个陈清的美国总领事馆 我一直有欢迎的 因为呢 王立军以他的尝试了解 他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没办法来 去这个领事馆的 他知道领事馆是逃不出去的 除非美国下最大的决心保护你 因为领事馆的保护的权力 远远低于这个大使馆 而他当时是有机会逃到大使馆 而且有机会离开中国 至少可以前往香港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 他认为他掌握不下来的材料 可以足够向中央立功 但是他还是最终被逼到了领事馆 在领事馆期间 当时周永康给他三个保障 第一个呢 就是保持他的政治待遇不变 不会撤职 第二个呢 就是好像呢 还有未来政治上还有精神空间 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如追究 我忘了打个几条吧 后来判了这个国安部的 这个副国长邱静 对吧 来把他附送到这个北京 但是为什么之前 他要跑到北京 而北京呢 不要他去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是孙立军 还是孟静珠 还是其他什么人 现在还不是 还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这个暗示的 这个最终的结果 把薄熙来拉下台 把这个王立军拉下台 而且呢 把这个居民国也拉下台 本来居民国 作为王要的副手 他虽然是 曾经是公安局局长 但是他的政治目标 不是在公安系统发展 他是想 当省委书记 当这个省长 那么他希望呢 能够回到广东 所以后来汪洋 也把他呢 成这个沉浸 调到了这个广州 在广东是担任 广东省委副书记 那么政策主席 在乌坎事情方面 他扮演了一个相当的 这么一个 一个理性的 比较开明的这个领导人 但是由于 这个 在调查这个 这个 曾经的过程中间 那么对居民国的问题 在文强事情处理的时候 也查到了居民国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其实很多事情是汪洋 连接在一起 汪洋连接在一起 但是后来把这个 材料编织起来的时候 觉得还是不能针对汪洋 因为汪洋 要继续升上去 要继续升上去 那么没有发现 汪洋本人有太多的问题出来 但是要对汪洋 有一个 一个 一个负面的影响 一个负面的影响 就是把这个居民国 也给拉下来 居民国后来被 也被判刑了嘛 也被判刑了 这是一系列的 这个王立军 到后来的 到后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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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飞林呢 他们下手 实在 太重 所造成的 中间有一个人物 还相对来讲 是比较冤枉的 这个人物就是何廷 何廷 我前面讲了 他是西南政华学院毕业的 也就是 陈庆的西南政华学院毕业的 后来他们 办了八条汉子 十条汉子 一起分到 这个公安部 后来好几位副部长 都是他们这里面出来的 其中最有影响的 权力最大的 就是杨幻宁 但是何廷这个人呢 在行政局 局长期间 副局长期间 他还侦查过一些 重大的案件 包括这个江青的 这个死亡 也是由公安部 当时何廷他们参与 一起去调查 何廷的业务能力很强 为人也算友善 但是呢 还是有江湖气息 喜欢喝酒 没有大的这个毛病 但是在后来追查周永康的过程中间 何廷是算呢 没有讲周廷和这个周永康很多糟糕的事情 交道的事情非常有限 交道的事情非常有限 一方面呢 使周永康 没有了这个何廷 有太多的检举解法 何廷相对来讲 算有分寸 另外对何廷本人的问题 追查的很少 所以没有办法 那几个人很有意思 杨幻宁也是这样 追查了半天 本人的问题不那么严重 所以之后呢 就是给了某一些行政区块 那么何廷是把他呢 开除党籍 但是保留了一个区级干部 现在这个老兄啊 他是乐哈哈的生活 反正呢 不当公安局长这个职位了 对他的人生来讲 那当然是没有前提 但是对于深情来讲 他觉得恢复了正常的 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其实他还是受于 享受一个区级干部的这么一个待遇 就没中饱了 对 座